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1月3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怡婷 结束了连续假期 很多人都回到工作岗位 在天气方面因为东北风减弱的关系 各地气温是回升了 不过也因此扩散条件会比较差 整个西半部在这几天都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空气品质 尤其可以看到在高屏地区都亮起了橘色灯号 等于是说对于敏感族群都不太健康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大致是属于东北季风减弱的天气形态 因此在西半部地区大致上都可以看到阳光 而在降雨方面只有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半部地区 可能云量稍微多一点 有一些局部到短暂的降雨 那主要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 大台北地区云量稍微多一点 不过今天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那在今明两天这种东北季风比较减弱的情形之下呢 气温的感受上面也是会比较舒适一些 个体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2到25度或是以上 今天出门可以感受到太阳露脸了 气温有稍稍回温 只是西半部的民众要特别留意的 还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而这个好天气将持续到星期三 到时候会有一道封面接近台湾 被台湾率先转良到了星期四感受会更明显 预计影响到星期天 再来关心疫情的部分 防疫旅馆不断传出有人确诊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是说 北市除了已经公布的三间防疫旅馆之外 还有另外三间其实也都出现了个案 不过这个消息呢 目前北市府是已经否认了 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特别在脸书上面澄清说 并没有扩大群聚感染 而染疫的旅馆呢 也确定只有三间 另外持续关心的是 今天恢复上班之后 学生应该也都是回到学校来上课 不过北市这一间幼儿园高度警戒 继续停课两天 就是因为其中一位孩子的爸爸 是昨天公布的确诊者之一 专家表示哦 孩子都没有打过疫苗 目前最重要的是校园筛检 上午七点多 北市大同区某国小学生 依旧正常到校上课 但附幼停课两天 即日起到一月九号 暂停开放校园户外场地 原因是确诊的案17181 曾经到这里接送小孩 全体的师生就是一百六十五人 在家进行健康自主管理 并配合卫生局的进行疫调 医师呼吁提高警觉 毕竟去年九月新北市爆发幼儿园感染案例 尤其校园属于群体生活 防疫情况令人担忧 幼儿的活动力 跟大连来讲 它只是局限在家户的范围里面为主 所以它接触的范围比较小 所以它接触 可能发生接触的一个 发生传染的人群会比较少一点 我大概五分钟后下去 至于案17181曾入住的防御旅馆 包含同楼层 上下各一楼层总计25名房客 及10名旅馆员工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同步扩大裁检 避免疫情再拉警报 大海新闻简缘集台北报导 同样是因为疫情不断受到影响的 还有邮轮产业 台湾昨天才终于开放邮轮负航 不过在德国就传出有一艘载着 将近3000名乘客 1300多位船员的邮轮 爆发了群聚感染 没有乘客确诊 但是至少有52名的船员都染疫 只能紧急停靠在葡萄牙里斯本 这一艘邮轮叫做爱达诺娃号 12岁以上的乘客还有船员 都已经接种疫苗了 他们在上船之前 也都有做PCR的检测 港务局表示 确诊船员已经全数在旅馆隔离 乘客当中没有人确诊 行动没有受到限制 也可以自由下船 不过因为船员有52个人确诊 人力不足 所以邮轮目前动弹不得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航行 还不清楚 新冠疫苗师打向来 是领先全球的以色列 上个月底才说要开放免疫低下的族群 来接种第四季 时间不到一个星期 但当局是再度宣布说 要扩大第四季的施打范围 以色列人口大约920万人 有400多万人已经打了第三季 Omicron传播力惊人 确诊数节节攀高 预计到了这个周末 数字会翻四倍 不过死亡的人没有跟着增加 全球现在面临了通货膨胀 物价是越来越贵 以色列更是掀起了一波鸡蛋抢购潮 原因就是禽流感的疫情持续扩大 累计有超过5000只从俄罗斯迁徙而来的鹤 感染到了禽流感而死亡 为了防堵疫情扩大 政府紧急关闭自然保护区 也铺杀了非常大量的机制 全副武装把死去的鹤 从橡皮艇搬进垃圾袋 以色列情流感持续扩大 以色列有两成鹤受到影像 超过5000只死亡 农业部表示 当地以前没有类似的大规模事件 这些鹤是从北方的俄罗斯迁徙来的 在俄罗斯迁徙在欧阳 在俄罗斯迁徙是从北方的俄罗斯迁徙来的 在俄罗斯迁徙在欧阳 在俄罗斯迁徙是从北方的俄罗斯迁徙来的 为了遏制情流感传播 政府关闭了一处自然保护区 同时还下令扑杀数十万只鸡 业者看到毕生心血回于一旦 欲哭无泪 当局预估 没过多久每个月就会短缺 多达一千四百万颗鸡蛋 以色列为了补足鸡蛋缺口 正想办法放宽进口限制 情流感大爆发地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虽然目前没有人传染的消息 但食品通膨已经成为事实 马来西亚在上个月中因为雨季就降下了大雨 造成严重洪患 夺走了50条人命 总共影响12.5万人 灾后还不过一个月 昨天当地是再度降下了大雨 又闹起水灾 这一次可以看到总共有七个州 灾情很惨重 其中马六甲 吉兰丹等等 而在彭亨更是连续两次都传出了灾情 目前这七州多达了8700多人被撤离 住进了上百间的收容中心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水深及稀 救灾人员漏夜来疏散民众 当局表示这波降雨将会持续到4号 不过这段时间又会碰上了大潮 所以马来西亚半岛西岸地区的民众 必须随时来保持警戒 进入到新的年度2022年 午安新闻的全新单元 午间热放送 要用两分钟带您掌握国内外的大小事 马上把时间交给何韦婷 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何韦婷 今天是2022年上班第一天 马上为您带来这份人心的好消息 跟您我的荷包都有关 就是薪水又要调涨了 每个月的最低基本工资 自从原本的24000元调整到25250元 调涨的幅度达到了5.21% 预估大约会有194万名的老公来受贿 至于打工族群的朋友 时薪也从原本的160元调高了8块钱 来到168元 调涨的幅度也达到了5% 预估也会有51万人来受贿 统计今年的涨幅以月薪来说 是历年来调涨的最有感的一次 不过劳动部也宣布了 未来退休的老年年金 秦岭年龄也有所变动 从原本的62岁提高到63岁 未来每两年就会提高1岁 一直到2026年调高到65岁为止 不过如果您是还没有到达 秦岭年龄依然是想要退休的民众 也不用担心 您可以提前5年来申请 以63岁为例 每提前一年就会依照您的给付金额 减少4% 也就是说您最多可以提前5年 但是您的金额就会减少20% 相对来说 如果您是自愿来延后退休的话 每延后一年就会为您增加4% 以此类推 以上资讯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做参考 祝福您新的一年工作一切顺利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韦婷带给我们最新资讯 再来要看到的是保护环境减少塑胶 法国在今年就规定说 某些东西买的时候 是不能用塑胶来装的 这里面其实包含就是有30种蔬果 还有你买新书的时候 外面也不可以有塑胶的包装 以及到了素食店的话 就不能够再送塑胶玩具 那么在台湾虽然没有这项规定 但是也有越来越多商店是以减速为目标 像是在三重的巷弄里面 就开了全台湾首间的裸卖散装商品 这是我今天要买的东西 都是家里面先自备好的 对 所以这个秤重是 秤重就是客人容器先来这里秤重 因为重量都有 所以会把瓶子的重量扣掉 那就给它装满 好 没问题 身为老顾客来到店里 仿佛进到了游乐园 心思却很细腻 像我去迪化街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塑胶袋 然后装了好多坚果 可是老板这边的就是 它就是放在冷藏室里面 至少这个食物是有受到保鲜的 那以及它的开封日期 制造日期 那所有的商品都会摆放在这一个容器 是因为这个产品是有美国FDA认证 它相对的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食品接触的容器 四年多前砸下五百万重本 开了这间散装商店 一路走来三十五岁年纪 不曾动摇 所以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走的路 然后一般客户的话 他也会有那个集满点的活动 自备容器 自备容器 这一个产业别 我是要留给我小朋友的 所以我是在为我的小朋友未来铺路 大一新闻消失界 许英豪台北部导 上人行脚今天来到了中部 在现场可以看到有一位志工 叫做刘丽环 去年三月的时候 罹患癌症接受治疗 现在病况是稳定的 所以她也赶快把握机会付出 而她有一位孙女 现在才八岁 从小就跟着她来参加很多此期活动 也会捐竹筒 那么刘丽环今年就帮孙女圆满了 台上演绎 身穿白色上衣的小女孩特别显眼 她今年八岁 受证揉抖 护持她的是奶奶 从小跟着奶奶到慈祭做志工 为善助人 从小就不陌生 觉得很开心 很温暖 看到人家笑咪咪就觉得很开心 叔公她是爱全世界的人 只要哪一个国家有灾难 叔公都会想尽办法帮助她 她隔天就拿一个大大的铺满 奶奶是资深的慈祭之工 去年初发现梨癌 她积极治疗 体力恢复后 还是不忘慈祭室 最近我们的社区生母祝福 我也是同样 都投入我们的人力的分配 有上人的法 所以遇到这种病 我都不会防恐 我觉得奶奶可以继续帮助别人 虽然她身体没有那么好 但是她还是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可以 小的力量 可以呢 汇合起来 就是大的力量 有的很大的力量 发心力愿 小小年纪发心力愿 上人期许 发挥点滴良能 终能成就大爱 大爱新闻 江峻王光辉 黄文珍 云林报道 而今天嘉义的这场岁末祝福 是在云林联络处举行 在法海演义里面可以看到 志工们是心念一致 坚定心善助人的心愿 云家区第一场岁末祝福 六百多人入京葬 法海演义 发心力愿 杨明田不久前才刚车祸受伤 当时撞得满脸浴青 连眼睛都睁不开 但是他却很有把握 一定会在岁末祝福这一天恢复 果然脸伤全好了 原本沉迷古事的杨明田 夫妻失和闹到快离婚 加入慈激当志工 才拯救家庭幸福 因此道心更加坚定 共同成就庄严道气 同场演义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林秀岳 忍着痛楚也要跟上脚步 对 要痛三天 如果说我没有情味要出去 然后我就要吃止痛气 不然就没话 以身形供养上人 克服难不被难克服 小钱可以行大善 被财 被看家 却替娘 推述如数 护众生 我吃素 我推述 满载了救度众生的资粮 要在茫茫大海中去付出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很多的希望放在这里 师徒相约 为救众生不退转 行善助人更加精进 大爱新闻 李亚萍 林欣宏 黄文征 嘉义云林报道 好 在刚刚的演义当中 其实还能看到志工有推着 宝特瓶法船来制成发院 这艘法船的基底 其实是一艘救灾的小艇 曾经多次用在急难的救助 那么现在这艘船 已经退下了救灾工作 把它重新整理在 黏上了回收来的宝特瓶之后 焕然一新也是延续了善的行动 培岸中耀眼光芒 此行启动乘风破浪 法船接引众生度苦难 不只是象征意义 多年前真的用于急难救助 他在民国98年以前 东石 益主 布袋那边藏盐水 所以说都会划着这艘船 去送便当 BNT就是做等笔的放大 它上面的那个盖子 我们是用木头 就是回收的木头把它喷漆 做成那个它的瓶盖这样 扑持疫苗承载竹岁月 志工们集思广益 环保站的回收物被赋予新生命 保特病 上面就有洗一个框 就是说要让世民书那样 把乳的电池拿进去 我就保特病买了 我用那个水冷凹 一支一支把它黏一下 一次两次我们就说 这样好像不太符合 或者是说怎么做会更好 他们就赶快想办法 都不会说No 上面一点 不是正面一点 这是灰金光 照亮人间引路 志工辛劳付出 汗水换为伐水 滋润众人心灵 发愿行菩萨道 大爱新闻 郭林杨俊廷 嘉义云林综合报导 再来看到湖南的慈济志工 在长期以来都会关怀基层的 环卫工人 在岁末准备过冬物资 而今年一样延续了传统 上百位志工在春节前夕 总共为三百多户的环卫工人家庭 送上了新春祝福 维宇的冬日清晨 橘色身影如常忙碌 他们是湖南石门县的环卫工人 每年岁末 慈济志工都与这一群城市 美容师有约 为他们送上过冬物资 你们慈济志工 给我们送完蛋 我们一定会以这次活动 为我们整个的工作 为星期期时间和冬天 把我们实际的环卫时间搞得更好 非常感谢你们 没有是真的 对我们环卫工人 这么忠实 真的感谢 扛米扛的卖力 慈济关怀户 谭铁涛带着大儿子来当职工 他说能为他人付出是一种幸福 不管你过人的力量是很渺小 但是众人实在火烟高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的 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领完物资的环卫工人 志工陪伴他们返家 亲自为他们穿上外套 也关怀平日工作的状况 提早贴上春帘 献上新春祝福 别人怎么做对我 我不计较是不是 我就会怎么的 就心电就像天地一样的宽广 就没有烦恼了 好的 我们也祝福爷爷 妈妈祝福 志工亲手传递温情 用最诚挚的心 祝福大家过好年 大海新闻 珍晟美志工 湖南综合报道 香港的慈济志工东令发放 则是为了街友 他们准备在物资之前 都会先询问需求 才进行打包 而这一晚志工是顶着冬季的寒冬 透过微弱的街灯找到了这些街友 获得的是满足的笑脸 寒冬夜里 这群志工拎着大包小包 点着微弱灯光 在寻找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群人 街友 每一带都是按照不同需求 及尺寸打包 外头再贴心写上名字 这份专属礼物 融化露宿街头的估计 拿了鞋 风衣 衛衣 褲 还有食物 都有用的全部都 刚刚这几天开始冬了 刚刚好 刚刚就够温暖 最遇到刚刚好 对啊 好舒服 哇 寒山跑步的 拜拜 好感恩啊 我会差不多这个样子 而在关塘公众码头 吉田木板拼成的骑身之所 志工也送来热食和礼物 这些饭给我们 拿这些衣服给我们 多谢你们 感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变得这么幸福 少了平时对人群的距离感 这一晚的社会暗角 多了笑声回荡 大爱新闻 这扇美志工李建平 余小碧香港报导 新年新单元初心如一 今天要先看到的是 罹患大肠癌 如果还发生了癌细胞转移的话 常常是会转到肝或是肺 不过其实也有可能会 转移到后腹腔 这时候除了传统的化疗之外 利用腹腔温热化疗 也会有帮助 凡不能杀死他的病 使他更强壮 医学上确实是这样子 癌症就是这样子 一个五十几岁的男性病人 他在大概四年前左右 就是因为大肠癌 所以在抽血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癌症指数 提高不少 后腹腔的软组织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转移 这个我们平常也很难想象 会想让他转移 转移到肺部 转移到肝脏 怎么会转移到这里来 所以能够切除 我们还是外壳手术 尽量再跟他做切除 再化疗 那这个化疗 除了一般的化疗以外 温热的一个化疗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办法 又是局部打化学治疗 药品进去 我们的腹腔里面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表面 或者是还离表面 有点距离的 他的癌细胞会受到 这个压抑的抑制的影响 也会比较大 交通相关话题来看到 如果行驶在道路上看到了限速路牌 很多驾驶朋友都会习惯说 时速比路牌上面的数字 再高一点点 因为超过10公里以内 其实都是可以容忍的范围 不过提醒您 如果因此超速而引发意外 那么就没有容忍值这件事了 即使只是超过两三公里 也要负起法律责任 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代表你已经发生危害 都会是属于超速 那就会负担就是招式责任 现场的客观急诊 然后双方当事人的谈话记录 行车记录器影像 或是监视器影像 我们都会综合来考量 驾驶上路看到测速 才狂踩刹车 一通过照相机 油门直接催下去 时常游走在容忍值内超速 一旦造成车祸伤亡 除了肇事再加上超速取缔 刑则民事赔偿 依过失比例都可能更重 肇事的时候呢 有违反联格处罚条例的 除了第33条的规定 或者说是道路上安全规则 那招式的智能受伤的话呢 灰机会被建设三点 那如果智能重伤的话呢 是会掉扣夹照 那个三到六个月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每个不是都有测速去 这很难判定 出错误就是 谁不对 就是看路权嘛 个人行为影响整个道路安全 呼吁驾驶别为了快几分钟 拿自己姓名开玩笑 还吃上罚则 大约新闻 先生李建宽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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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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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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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